台北市現在 陳時中之前開始操作的是 我有 抗中保台的DNA 然後呢現在深入到了陸戰 跟新竹反而 相反過來現在陳時中 蒙 踩陸戰 他昨天到了一個 駐台北都知道大安文山 普遍是深藍的區域尤其是 文山區就是那種比較文教區域的 你啊 真的好等一下讓余將軍來講 昨天呢 阿中在這邊辦一個廟口開獎 在哪裡 景美的吉印廟 吉印廟大家是不知道 辦的是那個什麼寶儀 寶儀神 這個 蔡英文也跟他一起去幫他造勢站台 深藍的陣地裡面有誰 大家關注的是這個人 剛剛才卸任國民黨文山區黨部主委的 剛好也是這個吉印廟的董事長叫做高逸秀 還有率領一票 全部都是之前挺藍的董事 跑到陳時中的場子來幫他站台 而且 全程站到尾 送出去的時候他們也全程跟在後面 這個畫面根據當地人講說 以前從來沒看過是不是 陳時中魅力這麼大把 深藍的也挖過來 換句話說 蔣萬安不是在這一塊理論上應該很照得住嗎 是不是牆角都被挖光了 來看一下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沒有口開獎 儘管天氣不好下毛毛雨 人交不息支持者的熱情 現場700張椅子全滿 桌邊商家旗樓也擠滿人 大巨蛋的公安問題 那在我對於大巨蛋的態度一直都沒有變 就是他的消防的安全 市政許願版貼滿支持者對未來的期盼 其中也有對陳時中暖心喊話 不只現場作物虛席總統蔡英文眼貌與力挺壓軸登場 過去大恩文山區被視為藍營鐵票倉 對民進黨來說是艱困中的艱困選區 但蔡英文信心強調自己的得票率提振士氣 2020我在台北市的選票 53% 文山區這裡是46.5 這一次陳時中46.5就當選了啦 但是我們的標準是53.5 蔡英文大戰陳時中就是政策控 每次政策都比上次多 他要讓台北變成世界的台北市 我如果不做總統的話 我去做你的青年局局長 跟國際局的局長 但是你愛好選得條 等一下台北市 這件事情 我先請教四間議員 因為 蔡英文剛剛 你有聽到嗎 他喊了一個數字 他很少在 某一個地方喊一個確切的數字 因為 你知道 到時候萬一真的沒達到 就更小你知道嗎 所以蔡英文呢 他昨天直接喊 2020年我在台北市的選票是53% 在文山區 文山區景美 因為我是景美女中的 就文山區那一塊 46.5% 所以呢 蔡英文說 阿中這一次只要超過他 2020年拿到的46.5% 就當選了啦 但是我們的標準叫做 53.5 為什麼是這個數字呢 因為蔡英文 2020年總統大學 整個台北市的得票 是53.65% 剛好是這個數字 那陳輝文 輝文的解讀是說 哎呀 蔡英文是講給那個時候 所有在 2020年 投給蔡英文 投給綠的人 一定要回來投給 阿中 也就是這個數字 也就是這個數字 53.5% 到54%的人 這裡面只要有8成的人 繼續投給阿中的話 就會贏了 是這樣嗎 文山區看台北喔 因為文山區本來是 在整個台北市12個行政區當中 它是我們綠色的沙漠地區 沙漠地區 它可以說是天龍國中的最天龍地區 跟大安區一樣 所以大安文山在六大選區區塊當中 我們民進黨得票率是最低的 所以如果以大安文山開出來的票 如果是在這麼高 在有上次小英總統那麼高的得票之下 那是絕對當選 因為你這個地方 我們最沙漠的地區 都能夠得到小英的票的話 那其他地區那更不用提了 所以我簡單講一下 其實他們三位候選人 這兩個禮拜來的表現 我覺得講話還是自我陶醉 感覺良好 那陳時中 我覺得他很不錯就是道吃甘蔗 漸入佳境 原因我覺得在我觀察 陳時中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因為最好的人設就是做自己 最好的文宣就是說實話 我覺得陳時中已經擺開 因為他自己跟他的團隊過去都沒選舉過 那團隊很認真 也幫他設想了很多的一些 這些該去的地方 或該發表的哪一些文宣 可是我覺得那些都歧視 我覺得陳時中現在已經擺脫 他做回他自己 所以你看他整個支持度 支持度支持者回來了 凝聚度增強了 而且我覺得他外擴效應有出來了 對中間選民 對年輕選民 都已經有很高很高的 這個說服力 那黃珊珊我覺得他是 出贏無論 大概奮戰到底 他大概辭的態度是這個 可是 那個 究竟 麻煩你 容忍我 稍微講一下這件事情 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剛剛一大堆通通在罵我 說王世堅 你怎麼最後一天才要決定你投票支持誰 第一點 各位啦 你在螢幕前面看的觀眾 現在黃珊珊整個垂下去 誰最高興 講萬安不是嗎 是啊 講萬安不是嗎 你在講什麼呢 你跟我講這個講成 好幾個月 一次在攻擊 我在攻擊什麼 第二點 我跟黃珊珊確實是朋友 我只保有我自己個人的一票 我講說到最後一天我再決定 這有什麼不對 這是為人處事最基本的道理不是嗎 第三點 這些人還批評我說 現在在講大巨蛋的必要 王世堅你有沒有對大巨蛋提什麼 你怎麼不去檢舉 我在七年前 我就這一個提案 我認為大巨蛋應該 立刻解約接管 因為遠雄 違約40名券 請你去 請各位朋友去 台北市議會調好不好 這件事情就是 當時 你們拜託要捧的這些 你的老闆們 沒有一個議員簽 簽的跟我簽的 只有我們部分民進黨議員 當時的黃珊珊 我就是欠他這個情啊 這是最徹底 解決大巨蛋的方式 解約接管收回我們台北市政府 歸台北市民所有 由台北市來直接來營運 這是最伏底抽薪的辦法 徹底解決 馬英九把10公頃1000億的市場 零權力金給遠雄大巨蛋做 那是必案 我們應該收回 所以我希望這些朋友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誰才是真的愛台灣 誰才是真這樣做 才是有利的 黃珊珊現在如果消退 你現在在做的事 你在譴責王世堅的事 你就是幫了蔣萬安 所以支持 世間議員的幫刷一破愛心好不好 世間議員很多人都跟你說加油 你不要看到那些 網軍來罵人的 還有 他質疑說王世堅 你怎麼去 過去上中天 現在上TPPS 你把綠色的節目都對我封鎖 我去合理的節目 他只要找出一集 我王世堅只要有一集 在TPPS在中天 講的是違背台灣的 如果是這樣 我去那邊是跟他們奮戰 如果當中有對我們民進黨個別 因為你當成單權者 施政者有責任 我們針對事情批評 有什麼不對 你只要拿出一集 中天你要有TPPS 王世堅背棄台灣價值 背棄民進黨的話 我不只退選 我退出政壇 你質疑我什麼呢 我父親王明德 被關 我外主婦張榮聰 是第一代台獨 台灣自治聯軍 228英勇壯烈犧牲 你們這些人在質疑我什麼 這間院你看一堆愛心都在聽你 很拉軟 對不要升級 沒有